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其他人合作 我觉得财姐居然尊重我这一点 我是相当感谢 因为当然刚开始我跟她合作的时候 是有期望说 以后她可以帮忙我们写剧本 可是我看到她的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 不是最大的期望值 我那时候最大的期望值是 我记得她有问我说 为什么要签我 然后我说我觉得你在未来 你就是未来的金庸跟泥匡 我觉得如果我们搭 我就会把我自己当作投资古董 就是现在应该是低价买进 以后可以高价卖出的这种概念跟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她那个潜质 那我一直我看到她的东西 我会觉得说 她的东西写得很有画面感 然后创意又很与众不同 她因为去年拍了一个爱到底 是一个25分钟的短片 然后就发现说 这家伙其实除了写剧本之外 还是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说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收故事的方法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她应该还是可以尝试 就是除了自己写剧本之外 然后也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想象力 跟用电影的手法来 把她的故事告诉观众 我觉得欣赏裁剪一点叫做 豪赌的气魄 豪赌的气魄 因为当导演这件事情 就是我确定啦 我有写作的才华 我有写电影剧本的才华 但是当导演这件事情 其实我对我自己啊 我的信心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 我就讲起来就觉得很害羞 因为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只有单评的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会 会成 一个东西在网路上面不管红多久 它好像似乎一定要被媒体报导出来 然后去验证说 好 确定你红了 然后网路上的人才会 才会怎么讲 就是认为说你真的红了 那 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怪的啦 主流媒体其实还是在扮演最后的一个认可的角色 就是 验票 对对 验票的人 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是说 有一个人喔 他一辈子齁 一定人生当中会有一次 让他红至少15分钟 对对对对不对 好 那我们都听过这个理论 那我觉得其实是说 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人生当中会有一个这样的累积 可是你是红15分钟 还是你可以每天都红15分钟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那个真正如果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可能是说他前面也许从来没有红过 但他累积了很大的能量 就像他讲说他写剧本写 写书写了五年 那不管是什么时候被我们看到 然后我们大家开始合作 怎么样互相相辅相成的去帮对方去激发出一个更大的能量 或者是说即便没有我 他也许也有一天也有可能被网友看到 这都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要有那个具备有某一种特殊的才艺 而且这个才艺是可以支撑很久的 我认为那个叫做红 你可以骗读者买你一本书 但是你没有办法骗他买54本 才艺他们不管怎么会行销一个作家好了 就是把我弄去拍很多广告 或很多的舞台让我去秀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出来 这个是最基本的事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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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4 5 6 5 5 5 6 6 6 感谢观看